二妮跟阿宝应该说都是天赋非常好的演员 那后天练怎么能练出你们这种声线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嗓子条件些是爹妈给的 因为我从小就是开始唱陕北民歌 然后后来我学了三年我们陕西的琴枪 琴枪 我在家工作以后我就每天早上会爬山 爬到最高的那个山顶上 喊嗓子 裂嗓子 明显地感觉到在山上唱歌 裂出来的声音会比较通透 那你再到录音棚录歌会不会又不习惯了呀 刚才是我来北京的时候 其实就是裂声的时候我会特别不习惯 就在自己房子里边嘛 感觉很憋屈 然后有时候练练练 有时候邻居敲门啊什么的 我记得阿宝他刚才也是那样嘛 说他在酒店怕人怕打扰别人 就抱着个枕头 就哭着 抱着枕头怕声音发出去 然后就裂 但你想那样真的很憋屈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要适应 刚刚说到练过这个琴枪 琴枪是唱什么行当啊 我学的是小花袋 其实这个琴枪呢 是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剧种了 也称作帮子枪 对于我们中国的很多戏曲都有非常多的影响 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今天这个二年纪然来到我们群演会 我们也是一档传统文化的节目啊 这个琴枪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示一段 可以唱几句 但是毕业了以后 然后我到了民间艺术团 然后就没有唱戏 都快忘了 请不散睡 怀疑 悄悄那对曼夜秋 双燃的风 寒凉送 不堪回首 啊 夜秋又 啊 啊 夜秋又 太好了 哎 我觉得我印象当中琴枪是那种特别粗广淘放的 但是二年唱出来还有那种细腻的感觉在里面 其实琴枪它那个花脸特别喊的那种 但是小蛋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细腻 确实啊这个传统的琴枪也给了二年很多的营养啊 其实你看我们叫印象家 为什么我们印象家要请很多的演员过来聊家呢 其实每个人甚至他都有家的印记 你演的艺术形式或者你表演的角色 都会带有家乡的那种风味 换句话说可能外地人演不来 就像二妮的这种唱法 如果你不是从小那样一个生长的环境 可能他没法形成今天这个风格